民眾圍著白色特斯拉 對著車款及價格不斷討論 因為美式賣場好市多 從8月6號起開賣特斯拉 一口氣搬來兩大車款 成為賣場最大亮點 民眾精打細算 雖然車價和官方定價一致 但搭配不少優惠 包括好市多電商 折價券一萬元 隔熱紙優惠券三千元 還有抽充五千公里內免費等 相當吸引人 連知名特斯拉投資者 電動車分析師美里特 都在社群平台分享 卻意味調出特斯拉執行長 馬斯克暴怒回嗆說 活動未經許可 要求取消 我們是民眾 我們不會管那個 我們只在意價格 他自己可以決定 如果他不要賣 那就跟他們討論好了 連PTT上 網友討論報表 說馬斯克住海邊 還有人酸 他管很大 幫你賣車還不好 還有網友說 中國砍到劍骨可以 台灣促銷不行 而好市多原本回應說 對於優惠活動沒有變化 但隨後緊急改口說 因應台灣特斯拉要求 從8月8號起停止車輛銷售 才開賣兩天 就GG也引發熱議 民視新聞總括報導 更多精彩新聞 請下載APP 訂閱民視新聞網